2020年中国大陆是在做 房地产的债务监管 就是它并不只是在打房市 大家把它讲打房市 有点想得太单一面向 它主要是要让房地产 房地资产金融化的这个趋势 能够受到控制 因为这个趋势 如果不受到控制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房企 它就是过度高的杠杆 有些时候将来在资本市场上面 又会产生各种新的包装起来的 那个风险包装的产品 这也就是2008年 美国次贷风暴会发生的这个危机 所以2020年呢 其实的无论是三道红线 或者是四档管理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整理 房地产里面的这个杠杆 以及房地产金融化 就是从它是一个房子 大家住的变成一种投资金融工具 那将来会在资本市场上 一直不断衍生成为新的衍生 金融产品的这个趋势 所以在当时呢 他们不但是做了很多的 这个规则的修改 它还提高了二套首付及房贷利率 所以刚才大使讲的部分 其实现在如果你在看 主要城市的话 我看了这个数字可能不是最新的 但是跟现在情况不差很远 就是全国的重点城市呢 全中国的重点城市上 北上广深的第一套房的首付呢 大概在30到35 30到35 所以20其实差得蛮远的 可是最重要是第二套房 就是房住不吵吧 第二套房北上广深是70到80的首付 天啊 意思是你根本没有钱可以借 所以说它这次调啊 那个第一套房是调到20 第二套房是调到30 第二套房的这个动能会比较大 就是你要点火房市的话呢 这第二套房的动能其实是大的 因为原来是80 70啊 就是那个北上广深 所以现在调到30 我就稍微给一下这个背景 然后为什么要讲碧桂园呢 碧桂园在今年8月发生问题的时候 它的状况跟恒大是大不同的 因为它的杠杆是在可控范围 刚才讲的三道红线里面呢 后面的四党管理里面 三道红线里面 它有说你的净负债不能超过百分之百 而碧桂园在2021年的时候 是百分之四十五 2022年底的时候 已经降到百分之四十 所以是很低的 那么因此如果你要去做一个检验的话 它为什么发生问题 它发生了问题 财务的恶化源自于需求疲软 就是需求这房市冷了 需求疲软了 因此它很可能就会产生结构性风险 我觉得我们先把前面这样子看起来拉一下 因为房地产占中国大陆经济的超过百分之三十 它也占了大家的这个居民贷款或企业贷款的超过百分之五十 所以它跟银行的关系非常密切 跟整个经济体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它动能消失 那么它自然就有可能引发结构性的风险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所做的这些作为里面 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方向 一个是动资本市场 一个是动金融体系 我自己在家里很认真地画了一个图 我把它找一下 不过在我拿这个图之前 我先讲一下补一下碧桂园 碧桂园我们那时候说 我们8月18号看到他说要去做债务重整 就是16碧园05的那个案子 那个案子在9月2号本来是到期 那9月2号他就的确接受了 接到了批准 就是所有的原来在那个案子里面的 16碧园05的人呢 他就批准了这个展期方案 那当债权人同意把它延长三年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第一个示范 他未来的很多事情呢 只要是一个财务还健全的公司 能够保交房的前提之下呢 债权人可以把那个债务展延 而且获得更多的利息 上次我简单算了 就是说如果光是这straight line 就是一条线这样算的话 债权人可以多拿到六七亿的利息 那他们只是把他的钱呢 还是放在5.65百分点的 这样的一个还不错的金融产品里面 好那由这个来看 现在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很多事情 刚才讲了我们讲了四大事情 我先把它拿一个图来给大家看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呢 房企跟房贷 它对两个很大的方向会有影响 一个它会影响到资本市场 比如说股市债市 比如说碧桂园崩盘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那股市债市也许也会往下面走呢 就会影响到会市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房贷的部分 无论是房企的贷款 或者是个人的房贷 它都很可能影响到银行 那中国大陆因为很多银行是国营 所以我就把财政也放在旁边 那它的金融风险呢 就是银行跟财政都可能受到影响 那它往下走 如果它一直不断的恶化的话呢 那它就很可能产生资产泡沫化 它可能产生这个资本外流 然后整体的系统风险就会很高 所以你一边是有资本市场的风险 一边是有金融体系的风险 那如果它一直不断的恶化下去的话 它就会造成系统性的风险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中共中央的 无论是今天出来讲话的央行或者是金管局 你要出手的时候 第一你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那可以看出来他们认为是需求疲软 所以他们做的第一第二项呢 都是增加需求的 第一个就是下调首付去点火那个房市 那首付在下调的时候呢 包括你的刚才嘉远讲的第一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不低于20% 第二套房子不低于30% 为什么看起来还要想不低于是因为前段子 有些人用零首付来吸引大家来买 那也是一个不健全的 所以它要解决的是说有些地方 第一套房子是35 40%的首付 那你要把它往下拉 那有些呢是要用零首付来 吸引你来买房子这些东西 对市场不健全 你要把它往上挪 所以就放了20% 那第二套房也是同样逻辑 它就把它从这个变成30% 因为过高的就是80% 70% 北京是80%上海是70% 真的很可怕 那么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去点火 造成需求 那第二个呢它做的就是 降低存量住房的利率 就是存量的那个存量的贷款 大陆叫做按揭底加贷款 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名词 首套呢它用的方式呢是 LPR减20BP basis point 那二套呢是LPR加20BP 所以一个是4.2减0.2就变成4 一个是4.2加0.2就变成4.4 这两个跟很多人现在的利率 比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它降低了这个 大量的房贷组 可能会付不出房贷 或者是发生问题的时候 银行会把它变成NPL 就是不良资产 然后最后造成银行的巨大的风险 这我们在台湾经历过了 所以它一边就是做这些事情呢 就是保银行 保完银行以后呢它得做什么呢 这些事情都叫银行来承担了 对不对你的利息变低了 所以它得让银行它的存放利率中间的利差 能够受到一定的保护 所以它就调降了存放款的利差 把存款的利率往下拿了 所以存款利率也往下了 放款利率也往下了 它把它的存放款的利差都做了一个 让它做了一个修正 让它变成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它做的呢 因为它的国营体系很大 所以工农 中建 交和交商银行 这六个银行都做了 这六个银行做完了以后呢 其他的银行当然就是要跟了 因为不知道你怎么跟这六大银行去竞争呢 所以说它在这边也保了银行的这里 避免金融体系产生风险 它前端就是让他们不会有大量的这个倒闭 或者是不能还款产生那个不良债权 所以它就第一个保银行的是 让它不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权 第二个呢是让它的利差 还能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接着它再处理另外一边 就是怕如果说很多时候呢 会有资产泡沫化以后 也可能有资本外流 所以它在下调了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率 支撑这个准备金啦 支撑呢离岸的人民币 所以它是从6%呢下调到4% 就是释放出来2% 在离岸人民币的部分 所以这个策略一出来 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呢 就很快地就往上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事实上是在同时 一边我要确定 我们有很多倒闭的企业 会让我的股市跟债市垮 上次我就讲过去狙击了 碧桂园就会狙击整个房地产的 这一些一系列相关的股跟债 所以说它一边呢 我们在碧桂园这个案子中间看到 它的第一个被批准了的延展 那么也逐渐支撑了股市跟债市 那但是这里的干预并不是很重的手 是很轻的手 那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要在最后 经由对于银行体系的支撑 以及对于在涉外的金融机构 它的外汇存款准备的这些调整 使得汇率得到一定的支撑 使得它不会产生不断下行的系统风险 所以你仔细看的话 不是只有碧桂园而已 因为你看它的出手的救市的方式呢 是房市股市会市三市其就 而用的方式是市场的方式 而不是过度干预的方式 这跟2008年次贷风暴 发生问题了以后 把所有的不良的那个Mortgage Back 就是抵押贷款 由FED去把它收回来 然后再卖给其他的大的银行 再去做慢慢的重整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大家觉得 美国是一个好的资本主义的市场 而中国大陆是一个 社会主义的市场的话 在旧市这一次这一战中间 你可以看到它用的 全部都是市场的工具 而且是一个非常轻的手 不是政府高度干预的手 希望这些方式呢 很快的就可以在房市点火的情况之下 让买房的人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同时呢就支撑了股市 支撑了外汇的汇市 以至于它可以避免 资产泡沫化 资金外流 整个体系的系统风险 对所以呢中国大陆 在旧经济呢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步骤 还有它的一些做法 跟美国大水漫漫 当年是完全不一样 我想再问一下 亮哥您怎么看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 也要比一下外交的 谁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中国大陆10月份的时候 在北京要举办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的合作 我先讲一下这个问题 刚刚那个问题 你先讲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房产问题 跟美国完全不一样 美国因为它是次贷 那个次贷的房产本身就有问题嘛 所以那个叫有毒资产 它必须把这个砍掉 那中国大陆主要是 那个消费者信息的问题 他要把它提回来 然后他又不想让房企 又放纵起来了 又把杠杠做大 那引起了银行太大的风险 所以他这政房不认带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就是让买房的人 可以有比较大的诱因 愿意去做买房的行动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比如说刚刚确实了 比如说我刚刚看了一下 说上海有一个项目的看房率 增加了15% 那重点是要成交啊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万一有人还是看跌 你怎么办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 还是认为房子会继续跌 所以他就不愿意买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所谓的看跌就是说 他对房企没有信心 他认为房企还会再跌 你知道我的意思 这个就是房企你完全不扶持也不行 比如说碧桂园 那个摩根纳通 那个进场的价格是0.84 那现在回到0.89 这个就算深了嘛 它最低是0.7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房企的风暴 让消费者又开始观望 说搞不好这个房企会出问题 我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房子 那这样的举措就会变成不足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不一定是这样 有可能就是恢复了消费者的信心 然后他就觉得说 这样的钱我可以买 那因为如果是第二套 我相信有这个能力的人蛮多的 因为那个首付降那么多 利率又降低 可能就进场了 是 我讲一下 在发生这种大风险的时候呢 事实上政府的角色就是分配痛苦 那你也不能够把痛苦全部都挪掉 譬如说 如果让那些过度杠杆的房企 他都不承担任何的责任的话 这就是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精改的时候 见过很多 可是他要主要要避免呢 那个痛苦不可以分配到 那个无辜第三人 就是买房的人 或者是你的工人 和原材料的供应商 因此他在那个保交房的 这个重点上面 就是不要把痛苦分配到 无辜第三人 那在目前呢 事实上有很多房企都说 你三道房线都要撤掉了 或者是说 那就是房企 就是过去高度杠杆的房企 他们不想要承担 他过去高度杠杆的痛苦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道德风险 任何一次的改革里头 这些地方一定要分配得公平 不然的话 你会产生更多的负面的效果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热衣服 小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